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女孩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就是方若曦 对 方若曦三段 我们来先看一看现场的画面 这是一个男女混打的比赛 最后有女生闯入决赛 这个还是在国内比赛中是比较少见的 我觉得这闯入也是证明的 我觉得这近几年 其实中国的女子围棋 就是很多选手们其实水平是越来越高 就是综合实力是越来越强 对 我觉得也得益于各种各样的 就是赛事的这样推出 你看前几年也就推出了一个女子的比赛 然后在这个良好的这个大的环境下 我相信这些年轻的棋手 其实他其实参赛的机会多了 总是有在锻炼中他就斩露头角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他的对手呢 刘宇航也是一位00 两个人都是00后 因为这个比赛是限制性的 我们也看到是新秀争霸赛 男棋手是要2001年之后出生 就是18岁以下 女棋手呢 是1999年以后就是20岁 对 就是这个比赛呢 就是他目的呢 是只在给这些 说白了新生段的这些青秀们 新生代的小青秀们 对一个比赛和锻炼的机会 所以说呢 像你们这些大牌棋手呢 什么事业冠军们呢 不好意思啊 抱歉啊 就是你那个超零了啊 或者你的单位太高了 类似这个意思 总之呢 你就下不了了 就这个比赛 虽然说可能从纸面上看 没有说那么的 有那么多大腕 但是呢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 对未来的啊 中国围棋的一种 新秀的培养 培养和支持 对对对 包括这个波斯软件杯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在这 因为如果你没有后续的那个棋手的话 没有很多新秀的话 那任何的项目 如果只靠 只靠那 就把来 之前的那几个知名的那个选手的话 知名选手总会慢慢的老去的 对 然后最后的话 你的 总之要对后背这些棋手 有这个不断的培养 对对 那样的话 你就会进入一个 很尴尬的小的恶性循环 当这些 呃 成名的棋手老去之后 然后你就会发现 出现了一个人才的这个 断 断层 断层断层断层 所以说像各种这种新秀赛的女子这些比赛 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对中国为奇的一种就是特别是这些新秀们的一种补充啊 不仅他们能够有断层的机会 呃 也能拿到那个丰厚的报酬啊 呃 这都是非常棒的一个 呃 状态 包括这一次 刚才像陈南所介绍的 呃 像方二熙能够杀入决赛 我相信未来对他的自信心 呃 都会呃 就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对 因为这是一个男女混打的比赛嘛 嗯 并不是一个 呃 这个 纯女子的比赛啊 就是含金量对于他个人来说应该是 就非常高 一次巨大的进步啊 然后呢 他闯入决赛以后能不能再进一步呢 这个 还要看这盘棋的发挥 对对对 我们看到他的对手刘宇航也是一个新秀 应该也是我估计第一次转闯入这个各种赛事的一个决赛 也是特然渴望拿到他的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呃 冠军啊 那我觉得小芳可能也是啊 我们看看呃 最终会是 如果能成为就是第三位女王 我们知道之前有余之营 有周鸿瑜在这种男女混打的这个新 新人王的比赛中夺冠 有方仲西呢 也看他能不能成为中国围棋的第三个女王 我们来拭目以待吧 看看两位年轻的小将们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啊 希望他们的表现有如陈南一样啊 非常的美丽和精彩啊 我们先看棋 我们看经过拆线呢是刘宇航的黑棋啊 然后这个比赛呢刚才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呃 这个一般的决赛呢都是会下一个三番棋啊 这个新秀赛的这个果然是呃 赛制有所不同啊 就是速度比较快 一盘决胜负啊 你不要给我讲那些东西 只要你犯一次错啊 对不起了啊 你就出局了啊 我觉得也也挺好啊 然后我们适应这个比较快 对双方下了一个点三三 这个就我们就不介绍了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跳 跳的话好像最近的 我看在比赛的那个棋补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了 这个跳是吧 对好像跳完以后很多棋友都喜欢接下来在这里 自补一个 进行一个尖啊 然后这里我也问过一些棋手们 他们觉得呢说比这个会好一点 嗯就这个姿势是吧 对就反正这个长相呢 比那个他说要长得要帅一点 比这个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如果是普通飞的话 这个尖其实不是那么着急了 就是比如说你同样的来挂我脚的时候 我是可以在这边下棋的 这边下棋的啊 对这个因为它有个现实的问题 在这里 当然这个棋如果 其实我们要使用这个跳的时候呢 有几个小的点需要注意啊 第一个呢就是对方呢 这局部是有冲断的 对 断这个的话就得还原成搬连搬了 这个倒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关键是有断里面 断里面你只能吃 我们吃一下 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 你使用这部跳的 之前那个时候呢 你要先看一看这个针子是什么情况 就说如果 比如说这个针子是白旗有力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跳 还是局部有一点损失的被针掉啊 当然如果你有力的话呢 当然你就可以选择跳啊 就是我说这么多意思就是比如说白旗旗上面挂饺子的时候呢 拧个针 你是要去补这个针子的 嗯 而不是普通的小飞翼让对方针子有力 又把它针过来 对对对 嗯 所以这是呃 第一个就是呃 请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小的点 第二个点呢就是对方有时候会用天上鸭的这个下方 嗯 可以长 像对 你这时候呢 你也可以长 也可以尖 嗯 呃 长的话就会更简单一些 对 然后它这样冲 对 它会像成这样子 然后它顶住 然后我们往下去吃 对 盖住 然后你也可以拐 也可以拖先 这个就不确定了 反正你拖先了 人家就一巴掌啊 你不愿意让它一巴掌 那你就拐一下 嗯 就这也是一个取缔的一个呃 一个定势 它这个跳的好处呢 就是呃 比一般的那个下方 我们会看到呢 呃 这个脚步的时空会更坚实一些 就是得逼 白旗先出牌嘛 嗯 你马上得把它下掉 对 你不下呢 我就自补 你下的话呢 不管你下哪一个 就是你得马上把它 定型 定型 对 就不像呃 刚才奥陆飞的那次这样以后 其实还留下一些隐患 但是呃 呃 白旗未来就会有很多的选择 嗯 这是它跳的一个初衷啊 当然 最需要记忆的就是 这个针子啊 请我们要 跳之前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嗯 然后这盘旗 显然针子有些有流利的 所以 是可以跳的 啊 我们的小方就挂在这边 他也是补一个 他本来就这么既定的 嗯 就不管你走什么 我都补一个 呃 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他的意思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比刚才飞的尖起来的形状 要好一些 嗯 但是其实好多少 我不是很知道啊 就这个事情 反正我从我的肉眼上看 我觉得颜值都是差不多的 长得差不多 为什么他们就特么喜欢长这样呢 这个是个谜啊 嗯 呃 当然了 呃 可能就是很多高手们 他会有一个精心的 这个推理和测算之后呢 他会觉得呢 确实某些图是好的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像 呃 我觉得你就当差不多就行了 看心情就可以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实在很难 去给大家解释这个棋 就是一定是好的多少了 或者好的什么程度啊 这个棋 但确实你别说 我觉得直观的那个 就是肉眼的感觉 确实这个比这个长得要好看一点 嗯 感觉上 这种感觉啊 然后 然后白棋双飞眼 然后这也是得益于 为什么要补齐呢 也是得益于现在的围棋 觉得双飞眼不是很厉害的缘故 如果是以前的话 就被挂一下 可以脱线 不要紧 对 现在的话 如果旗门打开这个棋谱的话 每天都会下下很多的比赛 各种各样的比赛 如果打开棋谱看高手们下棋的话 你会发现呃 挂脚 然后放在这不动 然后甚至那边下了五六十步了 这边还也就这样挂着 也是很呃 家常便饭就是他 反正都 都可以脱线放在这里 对对 甚至你脱线放在这 他也他也不挂你 他就他 他就这样了 双飞眼呢 就现在看来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严厉了 然后 我们看到 拖一个 对 小方还是一个比较攻击的姿态 局部也是没有错 站上 嗯 剪了一个 嗯 尖的话就不其实 我们会看到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吃配置啊 什么叫比较吃配置呢 就是一般来说是你的尖的下面 后面的这一个边 这一个视力范围呢 应该是你就是自己的视力范围 就是白子的视力范围 就是说你尖起来以后作为一个进攻的姿态 因为下部可以跳 继续威胁黑鞋嘛 嗯 然后顺便呢可以扩张这个模样 如果如果这边是敌人呢 如果是敌人的话 比如说啊 我们把这地方拆分一下 嗯 比如说是一个类似黑棋新手脚的状态 或者是这样挂脚的状态啊 那你想尖你不觉得有点尴尬吗 为什么你的 这个姿态就不太合适了 你的这个 你的后背啊 好像感觉凉瘦瘦的 你没有觉得好像有点异常吗 对 就这时候我们就算了 就不要再尖了 对 不要摆造型了 赶紧拆安定做活就完事了 因为我们并不具备攻击对方的这个子弟 因为人家过来以后 谁攻谁嘛 明显是黑的还是比你还厚啊 对 对使用肩的这个手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呃 你的这个后面这条边一定是自己的 自己人 嗯 嗯 当然不一定一定是要 我说的这话意思 当然不一定一定是呃 现在这个 体型就是但总而言之 一定是你的势力范围 你才很考虑肩 如果对方势力范围 你还是算了 就这边你得有援兵 没有援兵 你就老实猜吧 就是我们呃 老实猜平稳过度也没什么错 对 那这半其实有的嘛 所以他会下来更积极一点 咱们看到 这位刘允航也是非常的实惠啊 先哦 这个棋不着急走是吧 哎 他其实就是比如你走这儿 嗯 他再拆回来 他觉得呢 你的子销有点高 嗯 如果不走呢 打进来呢 很明显现在 有有点没成算 觉得就是 毕竟整个下半部分好样看起来 白棋子力多 对 成熟太队就 因为你的四个子 这四个子不在攻击的和作战的位置上嘛 嗯 所以说如果只看这边的话 这三个子 呃 对这边的影响更大 所以 他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比较纠结的 就是他如果进来 有点担心打不过白棋 跳呢 虽然四平八五 但是呢 觉得有点损控 嗯 因为他会判定呢 你跳起来以后 我还能打你嘛 你自己也要拆的 但是我觉得跳有点松控 那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还是要多解释一下 就这个地方 他一捡起来 这地方有个冲段 这黑棋是不会去补这个段的是吧 哎 这个 常常说的太太 我本来 正在想说这个期其实 坚完以后 其实球门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段的 呃 他的这个状态 补的状态是什么呢 永远不补啊 就是 只要不到山穷水晶 就什么叫山穷水晶 比如说要死了 二路坚完 你再不补被冲断 这三个死 只要不到死的程度呢 球门就记住一点 永远不补啊 千万千万不要先舒服一下啊 然后觉得是个先手 然后因为你舒服完以后 人家是攻的是你的整体 而不是这个冲断 因为这个冲断刚才 呃 承担这个是一直提示的球门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啊 因为你直接冲断的话 他就剪就行了 嗯 这个脚先是活的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 还是会嵌到一个断点 这三个子是不会死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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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补冲断不代表说 那中间这三个子 要被你拍死了 就是 呃 三个子实际上是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情况下呢 对 不会死的情况下 黑白棋的这个冲断 也是要慎重考虑的 因为 冲断完自己变成有运功的 本来自己没有断了 嗯 所以这个地方黑棋也不会去 这样白棋轻易也不会去冲断 对对对 就是 一般的结局就是 双方就挂在这里 嗯 就是 然后就 就不动了 嗯 我们就挂机挂在这 然后就 挂机 对 离线了 对 我们离线了 人没了嘛 然后双方都不动了 这是一个最 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常来 特别是这样的 如果跳掉以后 嗯 然后双方就放在这 大家都不走了 某一天呢 那如果黑的下的时候黑的可能会二路肩 嗯 渐渐的把这个段反过来 如果白棋下的时候呢 也会去二路肩 去捞木 不是逼你 二路肩顶就逼你去补了嘛 你不再不补 我冲断一下吃你了 嗯 这个其实大概就这样了 我觉得他地方是应该有点纠结 所以 呃 实战的这个刘宇航呢 选择的拖线啊 嗯 挂脚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 就是他 嗯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 球门会看到呢 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处理一些局面的时候呢 呃 说白了 有时候我们很熟悉 对吧 这个格局很熟悉 或我们这局部很熟悉 那这不说了 肯定是 按照你的思路走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 就是 对这个局面不是很熟悉 有可能或者是别人的套路 对对对 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轻易的落子 或轻易的下 做一些决定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 感觉到有风险啊 嗯 那就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选择就是一个 标准的解法啊 拖线 搞不清楚嘛 我们挂个 就搞 还得要搞清楚 我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然后拖线 哦 那当然了 常常说这个 有个前提 如果如果是有生命危险 比如说人家已经 比如说走这了 你告诉我拖线了啊 火上眉毛 当然不能脱线了 就是 就是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下的时候 就是这时候 选择一个脱线 我觉得是 就是也是 希望秋门可以借鉴到的一个小的思路 因为 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 不容易崩溃嘛 嗯 因为我不确定下哪 下错了 指销会变低 但是我下一个 比如说 我刮个脚 我们看这版线 对 我刮个小木 这有价值的地方 肯定没有错的嘛 就是如果脚 我们不死期的 不死期的情况下 全部都知道 我们刮个脚 特别是刮小木脚 肯定没有错的嘛 就是肯定是大的嘛 就是 对 你要跟着我硬 打个比方啊 有些人不说 那我跟你硬不是说 你跟着我硬呢 再说这个事情 对 你跟着我硬呢 我反正挂脚这一下是不亏的 嗯 然后 我先有便宜到 再说 我们再处理这边 如果你不跟我硬呢 我反正先把便宜拿了 一会儿我就飞啊 对 我还可以飞一下过来 我就先把便宜拿了 然后这边呢 反正我眼睛一闭 就你拦嘛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它处理起来 有时候反而会简单一点 因为 比如说它现在脱线 嗯 这边摆黑器 就不用纠结了 你攻过来呢 我就想办法蹭个做活 就完了 嗯 本来呢 现在我要想要不要跟你对攻 对吧 就是我 就是舍得我做选择 对对你过来嘛 我我再拖线 你再过来 我肯定是被动的嘛 被动挨打 我就防守一下嘛 就是他 就是相当于防守反进 我这边拿了个空 这边呢 我就忍一下 防守一下 对玩受了 免得呢 我下一个什么东西 万一不是很了解的 呃 掉坑里了 就是 因为这这步棋 其实也是小方主动选的嘛 整个这个格局 可能是有备而来 所以为了防止 进入敌人的套路 先拖线 不 主要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备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 这个主要是 因为我对局的时候 有些时候 像比如说像接盘棋 我相信像防守系 对刘宇航 可能双方互相之间 都是比较陌生 就我不确定 之前可能 有没有对过局 有比较陌生 肯定是比较陌生 就算对过局 肯定对局的 频率比较低 那比较低的情况下呢 双方互相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呢 呃 我觉得刘宇航的这个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 处理还是非常老道的 因为万一你接的硬 进入对方 就像刚才诚然说的 你进入对方的套路呢 人家那个这个地方 有研究呢 嗯 可能一下就被动了 甚至 甚至那个出大事了 你 那你这个决赛 就就悲剧了 对吧 嗯 那个还没有发挥水平 莫名其妙的 就就倒下来 这个很尴尬啊 就他这样的话呢 我就蹭个坐火嘛 肯定能活的 那他就不会崩溃 就这个切 他反而会能稳住正脚 然后我们看到实战的话 呃 那小方也是不想硬了啊 我觉得这也正常 压这个 不 如果他硬的话 不是等于被先为便宜了吗 嗯 心情也不太好 所以他继续扩张 下边 嗯 各走各打 这个 但是呢 说实话呢 我的感觉呢 嗯 就是从思路上来说呢 就是这部压力 还是有点重黑气剂了 嗯 这部 嗯 因为他就希望 让你先动手嘛 嗯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对手觉得你先动手 他是有 防守的办法的嘛 嗯 就是我们反向推理 就是从逻辑上反向去推理 那 我为什么要进他的路子呢 我 所以我还是跟着应一个 我先跟着应一个 比较简单 不是 我还是想你来走嘛 嗯 你不是不想走吗 我逼你走 那我还不走呢 还不走 你就没有好点可以下来 就是没有这么 如果你还走到这 那我再压过来 你的这个边就没有那么 呃 大的这个模样了 嗯 那你没地方可以不走 你也不能飞这个嘛 因为我现在飞这个没有意义 嗯 我就踩过来啊 我觉得他还是该应一个 因为本来这两部戏 白戏也不怎么亏 嗯 这样的话 可以逼他的对手 就是刘宇航出拳 就是 嗯 还是让他先下 让他做选择 如果他会下 他就不会挂那个 就是 就是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些年轻人起手 就是他 为什么对局经验嘛 他有时候 呃 会没有那么的丰富 就是说你想吧 如果对手在这地方有有招 他就不会拖先给你这边 因为本来他挂这个后手嘛 让你连招的机会 嗯 他敢 他拖先说白了就是这地方 他不知道下什么了 他没有想好 那没有想好就他怕犯错嘛 所以他拖先了 嗯 那你这么推的话 那我就硬嘛 我逼你这地方出手嘛 对 他不是害怕 不错的 他不是害怕出手吗 那我就逼你出手啊 嗯 我就忍一下嘛 就挂一下也无所谓的 对 这小意思啊 本身局部也是一般分寸嘛 就是他这样的话 有点进入对方的思路 因为我们看到 当这里的时候呢 非压完当时的先手了 全部会看到 尝一下 然后这时候他再胡过来 黑系在左边构建一个模样 和阵型之后呢 呃 白系就只能被迫走这边了嘛 也是黑系成功的把 这个球抛给了你 然后成功的让你去选择 去下这里啊 嗯 下这个右下啊 就是从思路上来说 黑系 战略上来说 可能黑系 就进入黑系的步调了 进入刘友航的既定的一个思路 因为他一定是计算过 你挑着他怎么硬的 要不然他哪敢脱线嘛 嗯 就不挑闲一件的好点嘛 就从思路上有点进入 对方的节奏了 就是 当然旗可能也是不会没有差 还很漫长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围棋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 如果是 特别是一些职业的下法的话 你其实最主要是 先发解对方的一个思路 打破敌人意图 对对对 这方面 请问会看到 像柯杰就是可能 其中最厉害的一个佼佼者了 就是你看柯杰 其实经常天马行风的东一子西一子 他其实那一子 他不一定说一定有什么功能 太多的功能和指效 关键是呢 他东一子西一子以后呢 你头就晕了嘛 你既定 你既定的思路总是走的 走不出来嘛 因为他不按照你的套路下 然后 而且呢 他东一子西一子的以后呢 你 你就找不到那个头绪了 就是你的思路就先乱了 你乱了 就容易出错嘛 出错 他 他那么高水平 如果你一出错 那你这个就悲剧了呀 他还抓你的这个错 你很容易就 那么就不给机会 很容易就吃亏了 就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小方下的 还是有点太耿直了 就是一看挂 你脱线我就继续围 对 点一个 这很明显 这个是准备好的 这里点一下 确实白旗有一些小的难过 可能有时候球门会觉得 这个有什么难过呢 我们就接一下就完事了 接下来之后呢 关键是 就是你在封的时候呢 这个被点一下就亏了 估计黑系就直接做活了 可能就是这个细微上的一个差距 但是职业器的时候 可能就不愿意亏这一点 这个差距还是蛮明显的 因为它 未来黑系一定会在这个 这一代我觉得去进行一个打入 但我不确定在哪个位置 但它打入的时候 这个子一定是有用的 就是我们随便摆一个图 你们会看到 这个次一定是 补充这块鞋的眼位 一定是有效的 所以你接的话 因为你贴过来的时候 这个子就得没有用了 这个子是废的 它以后想扳的时候还是能扳 我们看到这点是 你就被刺下立直了 所以说你就很不开心 所以实际上反击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他的心情 心情不好 不愿意加 所以说他想压 但想压 其实又进入到对方的一个节奏里了 因为他感刺一定是 接他是设计好 你走哪来 压他肯定也是想过的 要不然你压都没想过 他怎么敢刺你呢 又变成黑棋 又准备了起 对 所以这盘棋 其实我们会看到 下到这里聊聊几步以后 其实虽然整个格局还是漫长 但是小方有点吃了个小亏 我觉得 成为一个长 这方面好像我觉得 美女棋手们 其实有时候比男棋手们 更那个直接一点 就是他 好战吗 不是好战 就是他的思路 有时候更那个 就是直线一点 就是很多男棋手 他总是会给你 就像排兵部这样的 给你各种各样的那种困难 对 因为我也接触很多女棋手 他们想法更 他就是比如说就会问我 你觉得这个局面 这个时候该下来 谁好 他好像很 就是 我说这个棋 你是不是进入对方路子了 那是这个意思 他说路子 就路子了 我只关心这个棋 我成不成立 谁好 我把你吃了 那个进不进入路子 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更简单直接 我觉得觉得对 他的思路更那个直线一点 在这个处理上 我觉得 是有区别的 但你像同样的00后 今天的刘宇航显然就 更加的那个 更老道一些 不这方面 他就设计的更多一点 其实从包括这个挂脚拖鞋 他就好像想法更多一点 我们看到这个棋 似乎白棋就更那个 直线一点 强一个 说实话 我觉得看到这里 感觉上黑棋是不坏的 这样 因为这三个子 请我们会看到 你吃不死他的 你吃不死他以后 就会有一个很尴尬的现状 现在这个模样处理不了 请我们看到 就这个模样 等于如果这三个 你还在嘴里吞不下去 你等于是这个模样 就被破了 那被破情况下 黑棋的复苏 就是这个拐跟长 是有点损 但是它不管怎么样 这个角是 现在战时是活着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左边 左边这种棋 它还是非常满意的 一手挂完以后 非压完 然后学习了黑棋的 然后它唯一要担心 这三个子 会不会出问题 但现在来看 你不走 它马上就跳下来 就有一个后路 如果这个地方 不可以直接跳吗 我觉得它下的还挺温柔的 你说这步吗 对 直接跳 它担心它尖 就是它会担心 这块棋会被空间 那您刚才不是担心 这块棋 它不担心 一定要不能被吞掉 它尖 它其实某种也是在防御 在深远 对它下不起 它就可以跳了 下不跳 就有个跳过 也就是说 对 如果你非这个防掉 它这个跳的话 它这三个该塌陷下 你想这么大一个口子 它不可能把自己吓死了 它也不会拖先了 它就不会拖先 让你再关门了 你全部放心 它一定会在这一线落紫 但我不确定在哪个位置 它这线落紫的时候 这三个其实就安全了 所以它整个的设计 我觉得是蛮精妙的 而白棋 作为白棋来说 稍微感觉有点 有点落空 那白棋如果走上面 走上面它跳 你感觉杀不掉它 你点准你还得断 先得断这个规度 然后它觉得在里边可以 我就往里面猜 你能吃死我吗 不好吃 看起反正从肉眼上看 应该是不好吃 这种形状 对不像四起 因为这种棋 它你没法计算的 我们只能说凭感觉 吃死来吃不死 你怎么算得出来 人是不可能就聚首变化 都算清楚了 所以但白棋的角度 你借不起好需要勇气 你如果它活光力 一会全都被洗空了的话 如果这样被活光的话 这盘棋可能就凉了 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全盘没有空了 好像这块最大 要不那块最大 太可怜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勇气 飞上面的话 你只能飞三路 飞三路的话 它就安全了 所以这个整个的设计 我感觉小黄 有点吃了暗亏了 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也是 之前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之前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些棋谱 我估计是不是 这个方柔熙让刘宇航感觉 这个战斗力还是比较 很强大 或者说是混战的能力很强 今天我们会看到 黑棋明显有点绕着白棋走 就是他不跟他正面冲突 别看是对女棋手 其实 不 我觉得不管对谁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的棋手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就是你应该做的 就是去做一个分析判断 然后去克制对手 就是尽量的不让对手 发挥他的长处跟优点 然后尽量的 让你的长处跟优点 能够发挥出来 通过你的一些思路 跟一些就像排平铺这样 一些起路 就是说你肯定是要限制对方的 你不能说只管自己 只管自己正常是很困难的 就是你不限制对方 肯定是很难的 对 就避开敌人的锋芒 然后把这个棋局 引入到自己擅长的一个局面 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成熟起手 或者说是高手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数字 就是也是一个分水岭 就是如果是一些小年轻的 就是新秀的话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刚刚订断的那些新秀的话 其他的技术能力 其实不比很多事业关系差太多 当然我觉得差肯定是差的 但是没有想到大家就是那个脑 没有那么大差距 对 超新的 但是这种控场和经验 就这种思路上的 那个差距就大了 就是那肯定是不能通了 其实需要很长时间那么练 对对对 只是纯技术的话 其实很多的这些年轻棋手们 一些很犀利的 他的这个局部 对 所以这个地方 在这盘棋我们会看到 刘宇航就是我觉得 有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思考和想法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 所以进决赛了 在这个新秀赛中 杀入到决赛 我觉得是有道理 这达了几十步 我觉得他调厉害 很清晰的 反正今天我就绕着你走 小芳你就别别发火 我也不跟你那个正面冲突 然后小芳继续的攻击 就你总感觉黑白气慢了 半拍 就是你看 这个形状又被黑气变住 半段 扣一个 打吃 压一下 再压 这得只要被吃了 就只能补一个 煎出来 对 像这样的奇筋秋门 就是它不是木的问题 就你只要断开人家的 这种一个子都不能死的 你这种奇筋一定要救的 就千万千万别搞什么 弃子真仙什么的 这个就大条了 不该弃的不能弃 这个就只要是牵扯到 双方死活和互相之间的 眼卫的这样的一些棋子 它哪怕只有一个子 你也是不能轻易的弃掉的 就是一定要救援的 像一些这个残子 哪怕再多 比如现在 其他上这三个子 这三个兄弟 其实对周围 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当白鸡飞了以后 未来这三个兄弟 如果真死了就死了 可以这样死的 可以弃掉 对对 因为它已经发 如果没有这个子 不能死 就是被侵吞不行 有了这个子 其实未来 某种程度上 弃子是可以的 因为它不牵扯到 双方死活和 对它价值已经变小了 和眼卫了 请我们这里就注意 这样这种子 是绝对不能死的 然后继续的往下贴 连一个 靠 我觉得这一串 不知道 你觉得不 我觉得其实白起 蛮难过的 看起来 这就尝回来就 像它有个连斑的 抠结的味道 你如果是要安全的话 你只能接 那接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点委屈 它不会下的 但它未来会有一个 结果 有个隐患 就是说你正常 能吃吗 它吃 如果你极端来说 你二路打也能过去 但是不是又损捕了吗 这个结其实对黑起来说 其实被拔花问题不大 反正特别是你尝了的 情况下 其实白起就是一个 后上加后 但是你被提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大概率 它搬完之后 你可能会用二路打 但这样的话 就会有些损不了 所以它想打回去再尝 对 所以说它想 不想尝 它想先打 但是 有很久我们说 那接的话 这个味道就更饿了 就各种的这些 这种其实是不愿意下的 就是没有太多的好处 然后凭空多了一大堆断点 对 而且对方不一定会搬 他就放了就先不下了 你就会感觉 浑身的不自在 就是 就是老惦记着这块 不是 你总得担心对方这里 把这个炸弹给你引爆了 对 而且你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引爆这个炸弹 所以 这个棋就会 有时候蛮尴尬的 然后 所以他想打一下 那打一下呢 黑棋是不可能接的 所以他就反弹下来了 我感觉有点被 然后 然后接着打 对 那就 就变成打结 主要接你有点委屈 他就接上 黑棋形状很完整 打结的话 我看着 说实话 脑袋疼 这个结 好像被拔花了以后 白棋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就有点进退两难了 我觉得还是前面的 被对方给 给控制住了 就是他整个的这个 这个今天的小方的这个布局有点稍微有点 吃了点暗亏 嗯 这个是造结吗 对 然后他一下要铺了 然后我看到 所以忍无可忍啊 就 他就是把这个结弄大一点 然后 他是结不动了嘛 结 因为他不能拖鞋嘛 就提受不了 结的话 我看确实太委屈了 而且你可能还得飞过 但是直接打的话没有这个严厉 他要用铺当结吧 嗯 他其实就想休息 但是 这样的话 那边太被动了 那边被震着 嗯 所以他这四个还还在人家嘴里 但打的话 打的话黑黑鞋也不能败的 所以说黑的应该就消解了 嗯 这是一个大转换 那大转换 我的感觉是 白棋 有些 打一个 嗯 反正就是脚被吃了嘛 但是 就这样的话 全部会看到 虽然 白棋拿到一些时控啊 嗯 对这里已经被抓花了 就铺的时候 但是外面 全部 就白着就变得很薄 对对 所有的攻手全部逆转了 就是外面整个的 甚至未来的走势 全部都是黑棋主动了 白棋只能被动挨打了 就没有 还不了手了 就在外部啊 虽然 现在时控是领先的 但是 呃 换了这个大脚以后 整个棋就被动了 嗯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 好像黑棋 我就个人觉得 到下来这里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黑棋往回跳一个 然后白棋也出头 因为下面活不了了嘛 就看他挡住一个眼啊 就照过来 呼过来快死了 就是 这个不能气太大了 不这个肯定不能气 关于呼过来 我们说是不能拱活 关于他拱活以后 如果这一线被压住啊 这四个就危险了 对 他他主要是现在要忙的地方太多了 我感觉这里 感觉被黑棋就 下到这里的话 好像 那是拐一个 棋就很难了 有点 嗯 我看到本身B 他也本 不会下这些棋的 然后黑棋这时候就不攻击了 连续的抢控啊 这也是 收兵了吗 这个 呃 我觉得棋友们可以学习借鉴的 因为他 在你不停补棋的情况下 可能棋友们说 哎呀 你看黑棋一个子没吃着呀 那个朋友说他 也没看起什么力了 你看他已经占了三手了 小飞猜跟猜 然后黑棋白棋这三块 三块棋还没有 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的活 你能说这个 铁币没有价值吗 其实价值早就已经 赚回来了 早就兑现了 早就兑现了 本身如果中间没有那么厚的话 白棋是不会下这些棋的 这个这个 包括这个 对 都没有木 连续下了三招了 所以说其实黑棋已经很舒服了 所以这时候 如果有 因为有些时候棋友们会觉得收不住手嘛 有厚了就想去吃对方 就追杀 你追杀对方的话 一 有风险就是你不知道能不能吃死他 二呢 有个最尴尬的现状 有可能你飞进千千万万苦把别人吃死了 就但是你中间付了很大的代价 对 然后得不偿失 然后人家一个棋子以后发现亏了 我相信棋友们下棋的时候 经常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队友手呢 也没有想棋子 但是他被你杀的没办法了 就活不了了嘛 对 等于是被动棋子 但是呢你被动棋子 我突然发现棋不够了 就是你吃完饭就棋不赢 其实吃这四个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棋友们会说 会去选择这边 逼甚至刚才不飞出来攻击这四个 其实就有这个 你飞出来他肯定挂这边 脚踏不下了 主要你不一定吃得干净 二呢就算未来吃了以后 不一定转这个事情 结果是非常稳健的 我觉得他的下巴非常的老练 这个我都看得到的这个实地 对 他如果在未来在右上 唯一大块空的话 那不就等于把四个吃了吗 对 他就转移过去 他就等于把这个胖子 移到了这里 其实他还是一个胖子 对不对 只是他转移了一下 就是那个唯空的地方 转移了一下而已 但是呢我们攻击的时候呢 总觉得这块吃到这块比较胖嘛 对不对 那其实他放在这里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他在那个视觉上呢 还会给对手一点麻痹的感觉 就是好像他没有获得太多的东西 所以这番棋 看起来下得非常 下着下着黑棋 就已经这个实力领受了 对下得非常老练 我感觉下到这里 小方今天有点不发挥 有点被对方给限制住了 小方也竭力的去强控 他就顺势一个盖毛盖过来 整个棋非常的被动 对他一直是没有说在这边啊 什么搬了连搬去弄他 他可以下的呀 你下的你这都是标准手机 我告诉你 你的那个陈兰的下法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攻击这四个子的时候 对那他一直没有下 不是他想同罪是吗 我保住这个 不就等于把你吃了吗 那我既然已经有个大胖子 我为什么还要去惹事呢 对不对吗 简化局面吗 我吃四个你 过来我这边肯定没了吗 对 我就围棋就不可能都是你的吗 什么下期我们都知道对吧 你有所得必有所失吗 就所以他 他这样多简单吗 如果他就想得很清楚 你在这里去联络的话 反正时空我够了不就行吗 而且再说句 我们比较 就是下决赛有点功利的话 他我要的是最后的胜利 我胜几目这事情不重要 对不对 我要的是拿到冠军 我不是赢了就行 对啊 我要的不是赢几十目 我们又不是说 比如说打个比方 这里 我说一个稍微题外一点 比如说我们下一个负赛 比如说我们下两盘棋 以最后那个总得分 就是总的那个得分来算最后的胜局 那这时候他可能 那就要寸土必争 那可能他就会出拳了 因为这盘棋我赢两目没用啊 等于是我下盘棋只有两目 等于是只少 规则的不同呢 就导致了他的下法呢 一定会有变化 像这个 我觉得他就非常的成熟 他就要一个小赛 就赢了就行 对吧 那么他是拿到这个 博斯软件杯冠军 挺好嘛 万一我去想赢二十目三十目 那个玩脱了怎么办 但是如果比如说是那样的赛者 比如说黑白电 就像一个负赛一样 那可能他这个时候 像这些招法 我估计甚至这些招法 都不一定会这么下 他可能会 刚才第一个 直接冲击黑白棋中央 就是他就可能会去担风险 根据情况的不同 对 现在的话 其我们会看到 他就不担风险了 顶也是无奈 因为斑的话 其我们看这还有个段 如果再接的话 我觉得还该黑的下去 其实下不了了 太假 这个白棋这个形状也太局促了 而且你看看 黑的这个胖子 已经控制不住他的膨胀了 就是他的身材 已经无法阻挡了 对 因为你从 其我们说 从这些这一线出来 他这一关门 这一切 你这四个就没了 你正常最多飞一脚 他就要飞一下 我说就 这已经是多少路了 这个 不 数不清了 反正就是全围上来 就他只能是往前顶 希望能多破一点 多破一点呢 局部肯定是好奇 但是 黑棋还是总体可以满意 我们来看看 一般 对 黑棋的下法 非常的稳健 然后把鲁搬一下 搬一下一伙 这是个先手 然后把这个端一捕 这个端一捕 然后点三三也没了 然后就强行告诉你 我要跟你收官 这种 其实说实话 这种选手 就很让人讨厌 你知道吧 对 就白棋下的挺难受的 我想发力吧 然后你不攻我 然后 这种像今天我们看到 刘宇航就典型的一个 就是 属于一种 怎么说呢 一个是比较聪明的 一个种棋手 一种就是 还属于一种 喜欢那个 收束的一种棋手 这种棋手 最大的 就是如果你跟他讲 最大的痛点 在什么呢 就是他占了上风 你不怕那个大杀力的人 就是攻击手 占上风 其实他有时候不稳定 他还要杀你 你还有 可能还有一脖子机会 你让一个 喜欢那个收官的 收官的 对 就和你慢慢走阵地站了 他占了上风 你就头就大了 因为 他不跟你占 他就 反正他就推进 对 他不占上风 他都占了 跟你推进 慢慢跟你磨 占了上风 他是不可能跑来供你的 对 他就是想安全运转 对 这个你就很讨厌了 就是你想你又落了下风 然后 然后他在那 跟你安全运转 然后他骑越来越厚 然后你 给你薄的这一方 你还要去想办法 去攻击他 关键棋盘越来越小 对 就是你 机会越来越少 你又着急 然后他 他一点都不着急 你攻得太过分 他就一个反击 就把你带走了 你攻得不过分 他就让跟你磨着 因为他前面控占了优势 对 你就很无语 就是 这种骑风确实是挺让人头疼 对 就是如果他 像按照 就是让这样的类型的骑手 占了上风以后 你会感觉很无语的 就是 接下来我们再看几步 我觉得就已经看 能看出来谁 谁好了 这期 他是 立下来是吧 嗯 然后打吃 滚 那边提一下 提 然后提一下绝线吧 然后我补结 嗯 然后大家再看看这几步 那这 怎么不连班 没有结财啊 对不起 而且他不能打 自己死了 我说这个形式不好 还不拼一把 他没有结 所以黑鞋一直在补呀 黑鞋 确实很难对付呀 所以你就没有结财 整接 那你就活头了 然后你再搬 然后再搬 那就虎一个 特别稳 你看看一到一百一十一 你应该是浑身冒冷汗 黑鞋一个 照理说 被先有班战 是很亏的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能接受呢 只有一个原因 他觉得他 他的盘面够了 他的定义够了 要不然这种 其实肯定是不能 那边飞起来 不肯定是拖鞋的 嗯 就你班战 你大嘛 你鬼你大 我肯定去抢别的官司 嗯 就是他为什么愿意 被你先手班战 去上东西 就不给你任何 制造这个手段 你点了 他都对 他都不想让你 跟你搞事情了 嗯 就是他 守住基本的 有点 就劝降的意思 我觉得 对 他守住基本盘 他觉得就赢了 我觉得这个棋盘的语言 真的 看到这个虎之后 确实有点崩溃 这种棋 就是这样的 反正我以前下的时候不觉得 像现在我基本上不下棋 偶尔去参加个比赛的时候 如果对手下这样的棋 我就基本上就想了 我就想按钟了 就是不想下来 不想继续了 特别如果对手 我的对面还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成名的高手的话 嗯 比如某失业冠军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聊聊天 富不盘 就是因为他这么下的 唯一的意思就是把你 就像你说把你劝退了 对对对 就是你赢不够了 胜利宣言了 对你不够了 别下来 这个你看我都 我都这样了 对你别下来 你不够了 虽然我不知道够不够 你知道吧 但是呢 有看到别人这么下来 对对对 我可以 但是通过他的招法 我来解读 就像陈安说的 其实围棋很多招法 是有语言的 我通过解读他的语言 既然你想 失业冠军都收兵不下了 那个劝退了 那他的鼠目肯定比我准 对吧 对对 那他都劝退了 那我们就退吧 要不就暗中别下来 那这确实挺好脾气的 我觉得 不是就证明起不行了 因为这种起 其实我们都知道了 如果打个比方 如果这个时候 是黑棋烈士 这种其实绝对不可能出现了 他肯定是这种招就来了 或者怎么 对吧 他总而言 想别的地方 他不可能下这步的 就如果是黑棋不够的情况下 就没想对不对 这不是等于安德斯吗 如果是不够的起 就刘宇航的这个形式判断也很清楚 他就觉得 我这么下赢 能赢下来 对对 这个就是很自信的一个表现了 这个就得益于他对局面的精准的一个把控了 当然 有玩拖的时候也有了 很多人 就是以为自己赢了 然后收兵收藏 就尴尬了 结果那个翻这个棋不赢了 如果这样就很尴尬了 但是呢 他如果是能够判断清楚的话 这种棋就很让人绝望 这种棋他不会赢很多的 就是他哪怕之前优势很大 对 最终也赢你赢不了很多 因为他一直在退让嘛 对 但是 但是他还是能赢 他赢得很稳 对 对 其实这地方 你之前一直说这边是有毛病的 所以白棋补了一个 就尝回来 我觉得这个小方也是 通过接盘棋 应该是我感觉不够了 黑白棋 就是 黑棋上面抢一个 通过接盘棋也是 我觉得他可以重新认识和学习一下 就是 这种控场或者是对方的这种 强大的这种 自信和控场能力 我觉得也是一个 危机的一项技术 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 其实某种意义上 小方本来跟我是 一个地方的人 而且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师妹 所以说他 他之前的棋也是 一直是以攻击建长 所以 今天的话但是 碰到了一个 那个 B站 对 碰到了一个打太极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有点 我觉得有点 这个棋风 不 你看看这个 有点磕它 不是 你看看黑的 现在这个状态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就不是 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总看懂了 提节 然后我们搬一下 你看黑的 你强的你强 对吧 你看就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占了平以后 全部都是龟缩的 对对对 都不跟你较劲 对吧 我忍 行不行吗 你还要怎么样吗 你还 就这么跟你收 然后你收 那你还要怎么样吗 你看我这那么厚了 我违点空 对吧 不过分吗 对吧 就是 然后呢 你 你掉 我就跳 不是 就是 他就是一个 就是化清疆域 然后化清界限 跟你那个 就直接 就告诉你 我连异不够了 从这盘棋来看 我们会看到一个是 黑棋的 就是刘宇航 这位 我觉得小朋友的一个 强大的刑事判断跟控制 控制能力 第二个就是之前的一个 从布局的整个的思路上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小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 包括拖鲜 整体的对局面的一种构思 我觉得这个两个亮点 确实 看起来 就在决赛这盘棋 我觉得 充分的体现 体现出来 也就是为什么 就下到这里 应该这盘棋的胜负 就早就出了 对 没有什么悬念 为什么他最后能够拿到 这次这个 新修真霸赛的冠军的原因 确实他这两个优点 非常的 厉害 下出了一个 比较高的水准 对对对 如果就是 可能秀门说 那如果 继续前进了 如果他 把自己的优势 这两个优点 无限扩大的话 秀门想想 是不是就是一个 标准的 李长浩式的一个棋手 那这样 就是这样一个 棋风类的棋手 但我不是说 他一定能成为李长浩 老师那么 那么拿那么多冠军 这个谁也不敢说 但是 风格来说 风格来说 很像是李长浩的 这种风 式的风格 对 那个稳健的推进 精准的形式判断和关子 还有是前面 这个续盘 一个 这个构思和 这种控场 就是说白了 不跟你正面冲突 这也是一个水平 那个棋能够 不跟你正面冲突 也是需要水平的 所以 这盘棋来看 发挥的非常完美 然后小方的话 就应该有点憋屈了 总是要在这一次一次的比赛中 逐渐的成长起来 这哥们从头到尾 他就没给我一次 不地道 对吧 这哥们 一点都不怜向西域 不是 关键是 他不 给我 那个 我们两个说白了 那个 拼一下的机会 就是不给我 那个 战斗一下 战 我们建一个 那个 一决雌雄的机会 对吧 就那种 我们武将单挑一下 没给机会 人家就站在陈楼里不出来 但是这中央 这白的也成不少 黑的一直在亏 但是 但是他就是肿胀够了 你看他下的其实都是小的 就是从后面的 从 就是一百手左右 就每一部黑的都是在亏的 就是 说是 退手 他就是一种退手 对 就是陈安 他不是说黑白的下落跑 他就之前的 那个损失太大了 就是被别人判断出来以后 他就是告诉你 全都是你的 你不够了 哇 那这个形式判断 真的太厉害了 我只说这一串 白的肯定转的嘛 你看 对啊 你本来这边要死的棋 这中间没出 这边都快围了20木 没出这么多 那问题 我刷什么不够啊 你肿胀不够啊 还是不够 那就 我真的是 绝望嘛 为什么我说 很无语 就是这种 骑手 如果你让他站了上风以后 为什么说 会就感觉很绝望的原因吗 就是 再扳一下 你看他什么时候 出过手嘛 就是 自从这地方拔弯 这个结以后 所有的地方都在退 看上去没出手 但实际上让对手很难受 然后 其实从进程上看 这个白棋已经抢到很多关子了 对吧 就像你说中间又围了那么多 再去提一下 提应该就是一个打击 我相信可能是一个 对 应该是一个独秒的举动 踢回来 飞 飞 这样一个 这都是关子 然后白的拖一下 然后他就提了一个 对白的提后来嘛 白的一个提后来 然后黑的就 他就是 他也需要演员时 再仔细判断点点木嘛 反正这个 请我们看到 反正这个结免费的啊 所以黑下说 你提过来我就提过去 反正你找结我都硬嘛 嗯 怎么会有风险呢 就是我没有 我本来就也没想过跟你 那个 在搞事情了嘛 嗯 我提一个下不亏嘛 然后把这三个救回来 大概七 七八母亲 靠这个 对啊 你救回来中间就是 我多稍稍我穿一点 嗯 大一个粘上 这地方 对然后 可以穿一下 穿一下再 露一下 粘上 能够粘一点小关子便宜 能够 冲一下 对让你瘦瘦身 啊 把这将回来 把这粘上 黑漆也粘上 把这些提掉 对 其实通过这半棋 也是希望 这位刘宇航啊 这位小朋友 能够通过拿这次冠军 呃 在未来的这个 道路上 能够把他这种风格 能够继续的 呃 深化和发扬下去 嗯 确实下得非常的 出色 我觉得这半棋 我们赶紧把这个摆完 还有一段对冠军的采访 对好 先看 没有几步了 然后黑漆是 都会一路拐了 好吧 嗯 沾上 沾上 黑漆沾上 说的啊 其实都没有漠了 大概盘埋石墓多一点 一打一张 最后最后两步 对 原来就投资了 实在没有地方下 这起 然后我们也 盘埋石墓朝上 嗯 石墓多一点 我刚刚数过了啊 到这个地方 然后方若希就中盘 认输了 对实在是 吓得很郁闷啊 哈哈 不想不想再 对 不想再继续了啊 嗯 所以我们也是 刚才像沈亚说 赶紧看一看 呃 对冠军的采访 嗯 好 恭喜这个 冠军的采访 然后咱们今天 今天这番棋 嗯 冠军的一番棋 今天这番棋 我就下的比较快 但我刚才回去 用胜率看我一下 就是 其实一直都还好 但是 我一直都觉得 自己赢特别多 就是没有想象中 那么乐观 啊 还是挺顺利的吧 今天这番 方若希是个女孩 从冠军的冠冠 有没有这个 进冠冠 你们两个之间 你感觉没有自己 比较心理压力 啊 这次比赛 我还是挺放松的嘛 呃 因为他之前 我看他 他两盘棋 下的都非常的好 就是 嗯 我觉得就是 没有必要有太多压力嘛 就我也把它当 男 男记者看了一剧 嗯 觉得无所谓 嗯 今天这有个 有个 提升吧 嗯 对自己这个 表现怎么样 嗯 嗯 拿冠军 当然满意了嘛 但其实这次 嗯 前两盘 就是感觉 有点 死地逃生了 就是 下得也不是特别好 就决赛这盘 我倒是也放开了 下得还不错 感觉 嗯 嗯 明年或者以后 有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啊 这个计划 嗯 目标就当然是世界冠军嘛 小时候就想世界冠军嘛 目标一直都没有变的 世界冠军是吗 嗯 准备几年之内 还是 嗯 准年之内的话 我觉得三年之内吧 三年之内 嗯 我们看到这个冠军 刘宇航的状态 还是很轻松的 嗯 三年之内 拿世界冠军 目标 从采访也能看到啊 其实小朋友 还是有点没习惯 就是 接受采访的这个状态 吓得特别开心 就是 直接就展现出了 对 我觉得还是 呃 比较 本色和 本色的一种 本色厨演 对对对 他没有 可能经历的比较少啊 还没有这种经历 我希望呢 也是通过这次比赛 一位台阶嘛 看看 这位刘宇航 呃 未来 能不能 越来越多的 接受一些 采访 对吧 对 慢慢的就有经验了 对对 那这个 女棋手方若熙 获得亚军 这也相当不容易 也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 虽然这个决赛里面 可能 被压制不太发挥 呃 这盘期 其实我们也看到 刚才 其实刘宇航也说了 之前的 应该都是一些 之前 所以我就说 他说AI已经就是 进行了一些 研究的下方 就说 其实这番区 唯一要 呃 我觉得总结 就是 呃 小方 其实上来的 这个策略 包括一些 的局部 还是 太直线了 就是 呃 被对方等于是 有点被对方 那个算计了 到了那种感觉 所以说 呃 导致陷落被动 然后导致了 自己的一些 优势和 这个 呃 起路 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因为对手 就像闭门不战了 就根本就不跟你 跟你那个 做正面冲突 所以这样的话 呃 越显遗憾嘛 当然我觉得也是 通过这次比赛 也会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回去也一定会 很好的 对对对 总结这个失败的原因 对对对 特别是 未来怎么样 对付像呃 这样的一个 就是跟他绕着走的 这种 对 起手 不跟他刚正面的 他如何 呃 如何去处理 这样的局面 我觉得 基本上 也是对他的一个 促进和进步 嗯 所以这个慢慢在这个 对付各种骑路 都可以应对的时候 这个骑就会有一个 更大的提升 啊 就像刚才 陈南说说 如果你各个骑路都 应对了相对得心一手了 对对 那你就是世界关键 肯定就是世界关键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嗯 好 那今天这盘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呃 下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盘棋的解说 一会儿见